营养师在他看来健康是最最重要的 他平时爱运动,打网球,健人生 除此之外,他也经常和其他业主分享营养知识 希望通过他的专业带给孝顺的朋友们一个健康的生活和效果 说到日常休闲,巨龙这边除了网球场 游泳池、高尔夫球场等运动场所也是一应俱全,并有俱乐 谢伟志,人称奥巴马,和许多的金江人一样经营着一家鞋子交工厂 2010年入住沙镇,是小镇的第一批业主 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,并非长相 是因为他第一次跟自己起网民的时候,恰好是由奥巴马上任 他的员工就给他取了奥巴马这个名字,作为一个运动外号者 他什么运动都有参与,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年登山、游泳、跑步 健身房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对奥巴马来说,在运动中不仅收获了快乐和健康,也让他绝食了许多朋友 林树珍,林德仁,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为了多贪念几口,济龙的清新空气 他宁愿每天从四季二十公里的往返 甚至将自己的孩子转到济龙外国一学校 只为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,也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对于热爱高尔夫球的他来说 聚龙最让他欣喜的地方,莫过于家门口那一片充裕的高尔夫球场了 许多业主和民宿间女一样,来聚龙的墓地 只为寻求在都市环境下为数不多的轻松悠闲 而他们聚集在一起,就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